今天要介绍的这一本是 《萤火虫》 有趣的世界首都 因为呢 原本暑假大家要出去玩的 现在都不能出去玩 像正常情况 我的寒暑假的话 都会带小朋友去出国 去台湾以外的地方 会出国一次 寒暑假都会各出国一次 现在不能出去 我们就只能用书本 来环游世界咯 那世界各国的首都呢 可以看得到 它介绍分为亚洲 欧洲 北美洲 非洲 大洋洲 会各介绍一些国家 那这本的好处是说呢 它是很轻松的 带着小朋友来环游世界咯 可以看到这边可以介绍 开始介绍日本咯 大家最喜欢的啦 我们最喜欢的国家 就是日本又近 然后又好买的日本 它的国旗长这样 可以认识国旗 然后介绍人口的数量 它语言的话叫日语 那它怎么介绍呢 可以看到这个东京蝶塔 它会介绍说 它高度呦 333公尺 还有富士山 可以跟着环游世界 晴空塔 都是大家很想去的地方吧 你看这个 东京的迪士尼呀 真的是兔学 现在都不能去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开放咯 可以看到 这边都会介绍 上野公园 上野公园是非常多人 会去那边赏樱花的地方 非常浪漫 上野公园 然后包含呢 这个是相扑 会介绍它的相扑 还有这个 这个是最常看到的 这是浅草寺啊 很多这种庙啊 还记得我们一年多前才去 然后现在 介绍他们穿和服 现在都不能去 所以我们只能用这个来环游世界 介绍首都 然后下一个像是首尔 首尔是蛮多人喜欢去的 彩妆啊 买彩妆啊 就是韩国吃美食 买彩妆的东西 都是在韩国咯 他介绍 会介绍你 韩国 韩国最购物天堂 就是在这个民洞 这民洞这边 然后这是总统府的话 青瓦台 那梨花的女子大学 他都会介绍 所以是我们用这个来环游世界咯 可以亲自一起共读 那这一本的话呢 是没有注音的 所以如果比较小的年纪的话 小孩的话 他就是看图片 然后我们家人来一起来解释 给他 讲给他听故事咯 跟他介绍一下 世界的首都 一起环游世界咯